有铲过很多女人也留过铲吗 你再重复一遍你说什么来着 说一遍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说人吧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情感观察团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在《我的儿子是奇葩》这部电视剧当中 成功地塑造了荷花这个人物形象的青年演员 徐百慧欢迎他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 徐伟老师欢迎他 自由撰稿人陈奇老师欢迎他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欢迎他 接下来就是分享一条好消息的时候了 我们天津卫视官方手机应用天天圈 全新升级了 登陆百度手机助手 91助手安卓市场 苹果官方的商店即可下载 我和徐老师已经进驻了天天圈 和大家来实时地讨论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 那接下来的时间 先来认识第一对朋友 没有你 时间存无难兴 我困在原地 人回忆印尽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过山 情中有个声音 总在无憾 你快回来 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都错了 希望你原谅我 让我们能同心开始 看这个小片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疑惑 因为一直是一个男人在用他的短信 向他爱的一个女人 道歉 忏悔 他们俩究竟怎么了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陈 35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工人 女嘉宾小陈 31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培训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第一个问题就是 关于你们手里的密码箱 这里面有一个彼此不了解的秘密 我想问的是 你们愿意在这个场合 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吗 我愿意 我没问题 能帮我们明确一下 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吗 她是我老婆 什么老婆呀 离婚半年多了还是老婆吗 哦哦 离婚半年多了 对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是来 恳求她原谅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是来准备想跟她复婚 你来的目的呢 我是想来看看她的诚意的 我现在也是想来表述一下我的心情 这三年多以来我受的什么苦 在这个家受的什么罪 明白了 就是因为她 让我孩子都没有了 那个孩子的事情是个意外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那是意外吗 你关心照顾我的话 我孩子会怀疑四个多月的时候 留掉吗 哦 那时候 他们家农村的 他爸妈六十多岁了 还要下地干活 他那时候是耗诚懒作 游手耗钱 什么事情都不帮忙 搞得我 我看我四个多月应该没问题 我想 父母这么老了 我去帮忙 动了他还记 搞得不舒服 叫他送我去医院 他都不愿意送 那是真的是个意外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内疚 你内疚 孩子没有了 以后不是还可以有的吗 你说得这么轻巧 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已经三十岁了 我好不容易再怀上那个孩子的 我做完流传手势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打圈子骨 玩自己的手机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暖心的话 就因为这个两个人 就把婚离了是吗 他不只是这件事情 他以前对我 已经做出了很多 伤害我的事情 我当时为了他 我还违背了我父母的意愿 我父母不想让我叫到一个外地去 后来没有办法 看我这么死心塌地的 要跟着他 我父母才答应了 可是我跟着他之后呢 什么都没有 我婚礼也没有办 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怎么好 倒是以后等我赚了钱以后 我会补你一场婚礼的吗 你赚钱三年多以来 你赚过一分钱给我吗 他补物正业 我那时候就想能够好好过 我就找我父母商量 给他借点钱 因为他有那个理发的手艺 给他开了个理发店 结果他一点都不上心 后来就是赔了呀 他还是觉得他要做生意赚大钱 我后来又去借钱 帮你去开小卖店 结果开小卖店 你一点都看不出 小卖店那个赚的都是 那种小钱嘛 但是我们没有没有多大的经济能力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 对不对 明白了 可是刚好看屋远 还是觉得这个无所谓 那小卖店现在还在吗 小卖店那爸妈在帮忙经营呢 那你在忙什么呢 后来他爸妈又借了钱给我 又开了个养机场 开了个养机场的时候 他任何技术都不懂 鸡苗死的死跑的跑都没有了 就实际上面我这么听起来 等于是做啥啥不成是吧 是的 而且这个钱都是从你的 前怨妇怨母那儿借的是吧 是的 前后借了多少钱 你自己想想吧 你自己算算吧 他自己不计都记不清了 借了五万块钱 因为他从来不去 记这些小的东西 他觉得这几万块钱 算什么东西啊 好 我们会发现说 两个人可能在经济上面 也是比较 经济这些方面 其实我都不管的 那他对你好吗 就是因为他对我 一点都不关心 哪点不好了 我对你还可以啊 这叫可以吗 他那时候 说他去厂杀打工 他其实是跟别的女人 在一起了 那就是我已经 跟你解释过了 我也已经瞧过你 你不是说 不在外面面前说了吗 你现在怎么还在这里说 你看他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这就是他真正的面目 他说的是事实吗 他自己都承认了的 当时他都承认了 因为他去厂杀打工 他没有赚一分钱给我 那钱去哪了 我不可能我不可能这样无风作影的 婚内有出轨的行为 这个你承认吗 你看他敢当着这么多人 你面来承认吗 承认吗 但时间不是很长 你的意思就是说 时间不长可原谅 是吧 他已经原谅我了 我是没办法 因为我那时候 我爸妈知道这个情况 他都努力的劝我 他就觉得 这女人总归 不会说随便便 为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跟一个男人离婚 我爸爸是努力的劝受我 让我再给他一次 改过自尽的机会 所以后来你就怀孕了 是吧 还想要孩子是吧 是的 因为我 我嫁给他的时候 已经27岁了 然后中间这样点点薄薄 好不容易才怀上的那个孩子 那这个怀孕之后 他人有变化吗 比如说他开始脚踏实地了 外面真的就了得很干净吗 我觉得怀孕之后 根本就没有变 他还是那样好高不远 对我的态度还是那么的冷淡 因为他觉得怀孕 好像就是女人 都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没有 你怀孕的时候 我们家里不都是很高兴吗 我也感到很高兴 只是那次真的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 你知道吗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来教我QQ 他说是你非要尝试他的 那女的就是有问题 我跟他就见过一次面 喝过一次茶 闪过关系 你如果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他会那样来刺激我吗 不过就是在我那说的一些事情 刺激我这个怀孕中的人 我在站上受打击的心 我真的是承受不了 他也就是见不了我过一些好日子 平淡的日子 那也就是说你除了在此之前的出轨 可能还跟一些女人有点少爱美是吧 也就是简单的聊聊天啊 他对别的女人就那么关心 他对我就没有那么关心的过 那个女的他说是他缠着他的 他说他不会跟他老公结婚 他是有老公的人 然后叫我好好养胎 好好跟他生孩子 然后好好过日子 你说我听了这个话 我真的我当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这个事你跟他谈了吗 我跟他也谈过 聊天记录 我可以给他看 真的是什么关系也没有 也就是出来见个面喝个茶 现在他这样说我都不会相信了 后来孩子没有了 我真的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 当时我留完场 躺在冰场上的时候 他说孩子还会在友的 孩子留场了以后 我不是安慰你吗 你老哭老哭 还会在友的 你不是哭了我又多烦 我觉得他就太轻描淡写了 我经常就做梦 我梦见我的孩子在 在梦里面叫我妈妈 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在 该是我多大的一个依靠 可是我现在连这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 你不好坏了这一切 我也知道我错了 我以前是有点好高骛远 有点好奇 我不会再承认你说这些 我不会再相信你说的这些 不着急 他除了好高骛远之外 我听起来其实在生活上 好像他并不是很老实 对不对 是这样的 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 还有别的吗 他就对我也是不关心 不照顾的 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 还有别的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还有跟谁 你日常不太 就是妻子怀孕的时候 你也不是怎么关心他 那你日常的这个生活都在做什么呢 有时候做一些零工 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照顾他 照顾我 那你怎么会可能 你这有一次就因为 因为没人好好照顾我 我还让他送我回到娘家 我想让我父母好好照顾 如果你全心全意照顾他 怎么还会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去喝茶呢 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你是经常上网聊天吗 是 你是经常在网上跟一些人就约见面喝茶什么的吗 是 我们当初认识就是在网上认识的 好好好 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对我那么冷淡的态度 好 对我失去孩子之后那么冷淡的表现 当时你就同意离婚了是吗 我看到他激动了 你就离了 是 你什么时候想着要跟他复婚的 就是近半年 家里边没有他感觉不是个胃 他还是想让我依靠 他最 他是最会依靠我了 他把你都伤成这样了 你干嘛今天还来呢 我就是那么蠢 我就是瞎了眼 所以我想问问 在你心里你还有这个男人美容 我不想再有这个男人了 我记得我提起这个男人 我就太伤感了 我今天就是想让他在大家面前展示他的真实秘密 以后来迷你 你这半年有些什么改变你告诉我 现在有踏踏实实的上班 上了多久 上了两个多月了 就是说从交往认识到结婚这三年多 你都没踏踏实实上班对不对 是 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靠谁 靠我老婆 哎呀 气死我了 这个世界上啊 总有一些东西是这样 他没有无缘无故 我相信如果在这位女士的心里 如果对她还 完全都是恨 没有爱的话 她今天不会来 如果对这个男人和对这个家完全绝望的话 她今天不会来 她剩下的那一点 那也希望到底是什么呢 老师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之间的这点事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 在你们的言谈当中 我没有看到这位先生有任何一点让我觉得可以去理解的一些行为 而且我特别奇怪 当初你为什么嫁给他 因为当时我年纪也大了 被家里人也逼得 然后看到他第一眼感觉还可以 算是那时候来农村的 我觉得会比较稳重老实一些 也会对我体贴一些 所以我觉得你的第一次选择有可能是盲目的 因为你的年纪的问题 你盲目的选择了一个男人 但是你通过一个婚姻的这种交往 你发现这个男人确实是一无是处 在我看来你好容易跳出了火坑 就没有必要再回头了 对于这个先生来讲 我觉得这段婚姻其实给你的是一种警示 从你这个失败的婚姻里面去找到你的问题 也许你会开始一个下一段的恋情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现在已经醒悟了 你醒悟没有用 有的错误是可以饶恕的 有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就像我可能杀了一个人 然后我说我醒悟了 我不想杀他 但是没有用 你的行为已经伤害了一个女人了 而且我觉得在你骨子里面 你没有一个做丈夫的应该有的承担 所以现在你必须得审视你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借你钱做生意帮你家干活 最后他在流产的时候你还没有去照顾他 所有的一切行为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现在就是给你的一个教训 必须让你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丈夫应该做到的 所以我建议女嘉宾你已经跳出火坑就不要再回头了 女人是可以嫁给穷人 但是绝不能嫁给烂人 穷人 她是可以因为给不了对方物质而加倍地珍惜这份感情 并且能努力地让对方幸福 而烂人 仅仅是把女人当成一个供养者 让自己毫无顾忌地去到处地反见 你就是后者 你们俩是通过网上认识的 对吧 其实你确定他当时找你是因为看上你吗 他其实只是在套一个网友 正如他现在跟网友见面喝茶一样 他自己都没想到套到了你这么一个女友 捡了大便宜 你不光把他所有的物质你都担负了 他们家你也一起负担了 那他去干什么了 拿着你的钱 到处地挥霍 好吃懒做 他就是一个寄生虫 他现在来找你 我个人觉得是后悔 但是无关爱情 他自己一个人家里的重担他挑不起来 家里的大梁要塌了 他挑不动啊 来找你 我不知道从他身上能看出哪一点他悔改 他有什么资格或者亮点让你值得留恋 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理子最重要 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就盼点幸福 那何必管他人怎么看呢 这是你的生活 还为他打掉了孩子 你肯定多少次从梦中惊醒 呼唤自己孩子的名字 值吗 这样的人 有多远离他多远 让他自生自灭吧 好吗 姑娘 我能感觉到你 你心里的痛苦 嗯 我能够感受到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没关系 二十六七岁不算是大龄圣女 哪怕你现在 你现在是三十一岁 你也很年轻 你有能力养活自己 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 没关系 这次选择错了 还有下一次 嗯 孩子没有了 还可以找一个相爱的人 值得托付的人 还可以再生孩子 没关系 人生都可以重新开始 你还很年轻 过去的几年 你没有那么幸运 但是没关系 你的付出 可能会有 另外一个人来回报你 总有人会纪念你的好 重新开始 我相信你 嗯 一直有网友说 我从来不看综艺节目 现在看爱心保卫善 我以前也一直觉得 这种情感节目 说些男生的情情爱爱 不是什么正经事 但现在看来 真的是很有不一样 就每当出现 像你们这样的 在情感上不能自知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 所有的三位老师都说男生是一无是处 不是 他是有他的优点 什么优点 出轨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忠 不忠 无能又冷漠的男人 偏偏长了一张老实的脸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 而且他不光长得老实 他还信誓旦旦的说 我已经有所悔改了 就是这样的一张老实的脸 配合老实的表情 和虔诚的语气 才一次次的骗过了你啊 这种人是最害人的呀 你看我 内心善良 却长一张凶相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不了解我 说土蕾这个人 肯定是很凶的 但是像这样的人 其实内心才是这样的 你们误会我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人有几斤几两 还真不能看面子 你看他站着多老实 左手握着右手 眼神当中满脸的虔诚 一昧的认错道歉 让他下跪 他立马能下跪 让他流泪 立马能流泪 但就是这种伪善 才一次又一次的欺骗 我甚至恨不得他在这儿 张牙舞爪 我倒觉得还好一点 但我们善良的人 总是容易被这种伪善 所欺骗 你信不信 这女生 如果男生 扑通一声马上跪下 他立马心就软 要不然他能忍这么久 所以说男生 你感谢你父母吧 长一张这样的脸 而且这张脸 好像还永保青春 因为你总是有爱情的滋润 动不动喝喝茶 不说你们 其实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肯定是要分手 通过你们再说 两个社会现象 第一个社会现象 就是我们再也不要 我们至少我们自己 这样保证好不好 以后再也先保卫 我们再也不说胜利 真是害死了 为了结婚 而结婚 真的害死了 我相信很多家庭的父母 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会应该感受到 真的不要逼孩子忙碌的结婚 为了年龄而结婚 真的是往火耕你掉 碰上这样的人 不是往火耕你掉吗 你不是害死的 因缘这辈子做老语人 我也不要嫁这样的人 对不对啊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社会现象 虽然说道德绑架是不必要的 但道德的谴责是一定的 我们对男性的出轨的道德 谴责实实在是太包容了 我们总是骂小三人 却很少去谴责男性 你也原谅了他 你父母也原谅了他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女的吧 一出轨吧 就红杏出墙 说得一大糊涂 男的一旦出轨吧 就过一阵两三天 他就过去了 然后所有的棒子 全打了小三 其实出轨的那一方 才是最可恶的 小三是其次 我就说这三点 其他的我不想再多说了 我只拜托你一句 你心太软 你心一软就想着那孩子 死也不出来 哎呦 这个婚绝不能复 我再从一个残忍的角度来说 那个孩子没了 可能是上天 对你这么多年付出的一个眷顾 如果那个孩子出来 又面临的是这么一个 不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的话 那个孩子还遭罪了 所以这么想 可能你心里会舒服一点 姑娘 至少在我们今天 通过你们的聊天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你有几个社会角色 是扮演得非常失败的 丈夫你很失败 因为婚姻内 你不照顾妻子 你出轨 儿子你很失败 因为父母六十多岁了 你还不能给他们一个 一样天年的一个环境 而是去啃他们 我觉得这个角色你是失败的 流产过很多女人也流产了 你再重复一遍 你说什么来着 说一遍 你刚刚说什么呀 居然能说出这种畜生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很多女人都流产 你的意思就是说 她流产跟你没关啊 还复婚呢 现在这样 她要是跟你复婚了 我真觉得天理难 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 做一回男人吗 而不是一个寄生虫 不要说男人吧 就说人吧 人都不配 你妈当初就应该把你给留了 如果你还是一个男人 你给这个女人一条生路 我还感觉她爱着我 你现在这样 我还怎么爱你 再也不会那么少了 我以前是瞎了眼的 你觉得你对得起这个女人吗 对不起 你仔细想你前天和我做的那些 你还有两天的体育 复婚以后我是想 我改掉我身上的一些毛病 给她多一些平淡的日子 你能让我看看你带来的秘密是什么 幸好那女的走了 这女的如果不走 看到这个不复婚还怪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呀 红女人的这套你都跟谁学的 我知道以前做的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还是一些嘛 我现在已经在我老家的酒店订好了酒席 想要给你办一个完整的婚 我真的错了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继续生活下去 你用事实说话 我们真的帮不了你 把你的婚礼带走完 谢谢你啊 把门关上吧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有过一段情感 那个男人特别不负责任 我就想以后一定要找个负责任的男人 遇到你 我以为我们能幸福 但是没想到 你让我失去了一个孩子 我无法原谅你 也无法原谅自己 如果知道是他这个秘密的话 我们应该跟他多聊一些 让他放弃对自己的这种 内疚和内责吧 所以提醒吧 提醒我们所有的父母 在孩子婚姻的问题上 请你们理智的 智慧的去面对 既不做一个他们自由婚姻和恋爱的阻挠者 同时又做好一个引导者 放下一些沉重的东西吧 我们来了解一下 即将出场的这一对 他们的一些简单的背景 我们是大学同学 在一起两年了 我特别喜欢他 他想要什么 我都会尽我的所能去满足他 生活中的小事 大事 点点滴滴 以及现在到将来 我都以他为中心 我甚至为了他可以放弃所有的所有 只要他能在我身边就好 我们现在马上就毕业了 我们要面临找工作这个问题 我们本来说好的要在太阳一起发展 我为了他可以放弃 回老家的工作的机会 放弃回老家照顾父母的机会 我只是希望在他身边 他能开心一点 可是他呢 他就把他所有的简历 投给另外一个城市 我真的理解不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更不理解的是 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去做这些事情 我真的不能没有他 我们看到了一个男生 自己的一个表述 不要因为毕业 你就选择了其他的城市 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听过之后 你们知道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孩23岁来自山西 是一名学生 女主人公小佳23岁 同样来自山西 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依然还是那只藏着彼此秘密的密码箱 两位 这个秘密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我愿意 小片当中说 他要去别的地方工作 你不能接受 对 如果说他单纯的想去一个城市工作的话 我肯定愿意我去陪他去工作 因为毕竟我心里这么有他 不论去哪个城市 我都愿意陪他 可是没那么简单 他不单纯的是想去工作 他是想去他前男友的城市 我是不是觉得上海比较好吗 而且我如果专业也比较对口 我只是想试一试 都这会儿 别给自己找接口了 在一起这么多时间以来 我知道 你跟你前男友关系一直都没有断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忍受这么长时间 我只是想我的好灯打动你 让你忘了他 我真的只是想试一试而已 不是 你是想试一试去上海试试去工作 还是 是工作 就是说清楚 你怎么知道他一直跟他前男友还联系呢 他们这些事我都知道我从来没吵过 比如有一次 去年十一他们一宿舍毕业旅行 要去杭州玩 我看他那么高兴 然后完了说你玩就玩去吧 那会儿我正好打工 挣下有两千块钱 我说要不然你去玩一玩 买点好的吃点好的放松放松 可是你呢 你那个时候真的是去杭州了吗 我去了呀 你是去杭州了吗 一宿舍六个女孩 发回来的合照 为什么总是五个人 你就这么喜欢给别人照照片吗 去哪了呀 我刚开始是和他们去杭州了 后来呢 后来我确实去了上海 可是也是有原因的呀 就是他十一嘛 周围的同学都回家了 然后他生病了 没人照顾他 他就给我打电话 说是让我去陪他 然后我就想反正离得不远 我就去了 前男友生病了 你去照顾他 可你生病的时候 是谁在谁要照顾你 我是不是把你背到医院 跟你怎么心里喊响着他 为什么跟前男友分开呀 因为他上学去上海上学了 我还留在太原上学 然后他受不了异地恋爱了 他就和我分手 因为我老家不在太原 所以我一到假期的时候 我都要回去 你老家哪的呀 我山西平遥 平遥的 我一到假期的时候 我要回家 可是他前男友他又回来了 每到假期的时候 我心里边特难受 因为我打电话 发短信 他又不是那种年人的女孩 我有时候联系不到 我只能关上他的一些微博 我已经发现他前男友 前男友的微博里边 经常发一些 我今天去哪玩啊 我今天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也发一些这个 一看就是一个地方 你说你说我 哪个男人不会瞎小 我们又不是单独出去玩的 我们是同学聚会 六七个人一块呢 咱们在一起几个假期 三四个假期里边 你们每次 这六七个朋友一块 明白了 就是上学的时候 你照顾他 到了假期的时候 前男友回来了 他们同学们 就去同学会了 是吧 就是我们 都说高中同学 然后有很多 共同的朋友 你就不能因为 我们俩分手了 就不和这些朋友相处了吧 这也是 问题是他们发的 这东西太暧昧了 他前男友就经常 配一些照片 配个他的什么背影 然后完了 说些什么熟悉的人 熟悉的地方 干嘛呀 你们两个一起怀旧呀 就是 哥们除了这个 他跟前男友 还有什么联系吗 之前他过生日 然后完了他前男友 在他微博上 发了一个绒布盒子的照片 完了还有一个礼品盒 你看就是装戒指的 结果他没过生日几天 然后完了 就戴上一个大戒指 然后完了 一直没战过 就是我过生日 送我生日礼物 那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呢 分手前送的 还是分手后送的呀 分手后呀 分 你说 你说一个男人 哪能接受 前男友送 现女友 这么暧昧的礼物 是那个吗 戒指吗 是的 你今天还戴在手上 他之前都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我以为他 是跟肉已经长牢了 待不下来了是吗 我就当作他是一个双视频 接上节目就戴上了 我知道你也心里放不下他 每个假期开始了 我都会想 我这个假期好好对你 就像他再回来 你也不会再回到他身边 可是 可是我现在我发现 我做了这么多 你都觉得我这些都是 没有用的 你心里边还是有他 现在都要毕业了 你还要去他的城市 你是不是觉得空间时间都有了 你们两个不是异地恋了 不是这样子的 哥们你终于爆发了 太不容易了 真的不是这样的 你想的有点多 我真的觉得 男孩子家不能小肚鸡肠 我觉得我用我的行动 我觉得你这肚鸡肠太大了 你都不是肠的问题了 你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沉船了 他对你好吗 你告诉我 好呀 怎么好你告诉我 就是每次 比如说我想吃石榴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一个包在碗里面 然后送过来 有次我的一个杯子给打碎了 我挺喜欢这个杯子的 他就第二天早上就很早的去市场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然后送到我楼下 你说我这么对你 你是怎么对我的 我经常在楼下等你吃饭 我等你等两个小时 你在干嘛 你是不是睡着了 你说我一个男孩在女生宿舍楼下 等你两个小时 你心里怎么想的呀 我忘了吗 你忘了 咱们两个在一起两年 第一次我过生日 你不记得 行算了我不记得 第二次我过生日 你还给忘了 我就这么让你健忘吗 我不是记性不好吗 我忘了 你记得 他记得 他还在日历上画的圈了 听这么来说 你们俩算交往两年是吧 我大学 我们大学同学 我暗恋他一年 后来他分手了 不是你为什么暗恋他一年啊 我是大一的时候 和我前男友还在一块呢 那个时候你就暗恋是吧 对啊 不能撬人家的嘛 你怎么个暗恋法 你告诉我 大一那会儿完了 也没人在身边照顾他 完了经常给他 图书馆站坐呀 他想吃什么 给他买什么 我知道他想吃蛋卡以后 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骑车的 来回一个小时 给他去他最喜欢人家店 给他买的吃 哎呀 那你那时候知道 他是喜欢你的吗 知道 你身为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男同学对你这么好 你明明知道他的用意 那蛋茶你吃了吗 没有 我们宿舍的吃了 你都给你们宿舍的吃了 真的吗 你这么好 你们班没其他的女生啊 理工科 你们班有几个女生啊 五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轮流 当一天搬花 挺不容易的啊 我今天来也不是诉苦大会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才是对他好的那个人 我才是那个 真的可以陪着他的人 而且你的前男友 已经抛弃过你一次 伤害过你一次了 你为什么就 心里放不下他呢 姑娘 心里还有前男友吗 你就说实话吧 你就 我们其实也在一起 很幸福 这两年 然后 每次前男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好像 无法控制想他的感觉 我再问你啊 这是你的现男友 假设我是你的前男友 假设啊 错误 错误 想象一下啊 我跟你说 你别嫁给他 你跟我在一起 行吗 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一种挺青涩的爱情 但是他又那么单纯 两个孩子又是那么的坦诚和坦率 看看你们怎么帮啊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说个肩膀干什么呀 因为刚才我特别跟他有共鸣是什么呢 我以前也公科的 我们戏里头就四个女生 但我也没你这么惨呢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百分之六十的女生啊 是跟前男友是断然不会再往来了 但是百分之四十还是会跟前男友说我们依然是朋友 这百分之四十里面还有百分之四十 甚至于是还觉得喜欢或者是还对以前的前男友还是有感情在 而最可怕的是有百分之十的女生觉得前男友比现男友还要好 你这女朋友啊其实就属于那百分之十里面 甭管她的前男友多么伤害 她始终真正爱的就是她前男友 她甚至于试图的希望前男友能够回头 而你不管你多么的努力多么的付出不好意思 她没有爱上 她是被你对她的付出所感动 感动不等于感情 你们之间没有产生那种感觉 而在她男朋友身上她还是有的前男友 可是我觉得她心目中那就是她的男友的形象 那这个你只是一个备胎 而最不幸的是你是备胎的备胎 因为她有可能就是前男友的备胎了 既然已经分开了那个前男友 为什么还要老撩过她 为什么还跟她有那么多暧昧的举动 你可能就是备胎 如果那个前男友没有过来找她 你们俩走在一起也并不一定幸福 你知道为什么 她心中始终有一段没有能实现的感情 那种感情是完美的 因为她没有实现 而你通过你无数的付出 你得到了 我生怕你得到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她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运行 由此会产生什么反应 你会觉得你所有的付出 都是她欠你的战 这会是很危险的 单方面的付出 一定会有副作用 所以你不忍告诉她说 对不起我没有爱上 这是非常自私的一种表现 你这种不忍会演化成对她的残忍 她付出的那么多 你根本就压根着没爱上她 你不妨就直接跟她说 这样对她的伤害会想起来 不要伤害一个这么全身心为你付出的人 太残忍了 所以跟她说明是对她的另外一种伤害 我想问个女生啊 你跟之前的男朋友 当时因为什么分的手 是因为异地吗 是的 是她提出来的吧 是 你还没死心是吗 那段时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好像就是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然后她在之后就是再给我 再联系过我 再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很纠结 就是你一听到她的声音 就好像 就好像没法控制自己一样 其实她俩就是形式上分手 我觉得这个女孩从心理上根本就没有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 就没有讲得很清楚 不知道 所以她还有一个留恋在那儿 有一个未解的一个答案 这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 正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做得够好的话 她心里边或许可以真的忘了前任 我想用我的认真 用我的态度让她知道 我对她的感觉 哥们 全世界有一件事认真和那个是真完不成的 这件事的名字叫爱情 你虽然是真爱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要相爱 你也要理解她 你既然如果要是真的爱她的话 你就让她去把过去的那段感情去了结了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选择 选择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 还有如果你们现在名义上是男女朋友 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不要去伤害她 你不要消费她对你的这种付出 比如说戒指的这种事情可以先放起来 然后 这个确实是她之前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她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两个人都要互相爱 所以如果你不爱这个男生 你不要因为他对你特别好 你就会好吧 那我当你女朋友 但是你的心里还在想着另外一个男人 对他来讲是很残忍的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 之前的前男友 你也不要考虑 虽然你爱他 但是他已经跟你分手了 不管什么原因 他已经放弃你了 证明你在他的心里并没有多重要 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呢 人生四大得意之事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神 酒盼冯甘文 还有一个他相遇前任 这你家了吧 差不多吧 你一顾知跟遇前任不差不多呢 是吧 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 爱情是一门精确的化学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虽然你们之间的爱很纯真 很青涩 很美好 但我还是恨得你有点牙痒 对伤害自己的人的包容 就是对爱自己的人的残忍 你每一次露出哭腔 眼睛里流出眼泪 还有每一次 你那个手指头上的戒指画 你想都是对他的残忍 男生心里面肯定像刀堆 你一定要切记 就是说你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却总是成为你记忆中的长客 但客总是客客 他始终不会驻留在你生命里 陪你走过这一辈子 你怎么能和一个客人 永远的怀念思念 到头来还是伤了自己 其实说句实在话 虽然很美好 但是这种行为 如果发生在一些 三十岁左右 或者是历经了几段感情的人 像是很无耻 就是前一段 没有清清楚楚的段 后面有不清不楚的开始 其实挺无耻 所以你现在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得不到我所爱的 就爱我所得的 在镜头面前跟前男友说再见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 就轻易 头也不回地离开 不要伤害这个天真浪漫的男孩子 男生 要在一个女孩心目当中 把一个人取而代之 太难 我倒是建议你 你暂时离开这丫头一段时间 没准她还真的能够好好的反省 原来这段时间 我其实对你是有感觉 就你一天到晚在他身边 他有一天到晚想着那个人 就便会无视你的存在 但你一旦抽离 他可能会好好的平衡 比较一下 那到底这两个男生 每个好 赵老师说的那句话不错 这个世界上 所有事情不是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爱情尤其如此 你一千份耕耘 你半份收获都可能没有 因为爱情就是这么的奇妙 他不与你的努力成正 但你千万不能去怨 我们大家对你来说 为什么喜欢你 唯一的就是 以前好多男生在这 想要把前男友取而代之 满脸的愤怒 嫉妒 恨 他没有 他一直很阳光 他很包容 这是你最伟大之处 你也是两个建议 第一 离开他一阵子 让他好好衡量 你与前男友的位置 第二 如果他今天能够对 镜头和前任说再见 你们可以 慢慢慢慢走出来 好不好 我祝福你们两个人 但是不管怎样 我觉得女孩 你还戴着那戒指吗 就是在今天场上 对你的 现任男朋友的尊重 你能摘下来吗 我要说的就特别特别简单 就是你要是我闺女的话 我就给你一建议 这哥们绝不嫁 前男友绝不嫁 原因很简单 你亏欠他的太多 现在前男友是你的伤疤 你们俩真好了再往前走 前男友将变成他的伤疤 前男友就更应该算 莫名其妙他就不要你了 他需要你的时候 他就找你 他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觉得呢 男生我告诉你啊 为了让自己幸福 就要做一些选择 人家不爱你 你非要让人家爱上你 这太难了 别干这事 没别的了 自己考虑好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两位请回吧 请回吧 细节决定了一切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男性观众不用选 女性观众选就行 你们喜欢这样的男生吗 喜欢赞成不喜欢反对 来各位请选择 58.33%的女性观众 说我们挺喜欢的 41.67%的女性观众 说这个还一时接受不了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问问女生 我选择是喜欢 我觉得她就是挺贴心的吧 我选择是喜欢 我觉得她太好了 她做的一切 现在有男朋友吗 没有 来 选不喜欢的 示意我一下 我反对 不喜欢的哪一部分 我觉得她对那个女的 太好了 就是女人也不能 对她太好是吧 谢谢啊 接下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五四三二一 杰丽雅提醒您 精彩栏目稍后继续 杰丽雅提醒您 精彩栏目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哥们只没一戒指 大意就是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能包容 让人收下这戒指 是吧 既然 你心里有了自己的 打算 有了自己的决定 希望你幸福吧 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祝你幸福 请回吧 从虐心 到虐恋 今天这一天 真是虐得够呛 生活 有的时候不在乎 结果是什么 而在乎这个结果 有没有带来一种新的希望 那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要属于我们四位老师 一起进入杰丽雅 爱情保鲜 这两个忠告 第一个 在你有感情纠葛的时候 不要谈恋爱 第二 不要和有感情纠葛的人 谈恋爱 执着的人总是很可爱 但可爱的人总是得不到爱 因为逼得太紧 所以相见不如怀念 感谢杰丽雅 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还是那句话 爱情宝贝站 爱要有你才完美 同时要感谢 宝岛电动车 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 播映 参与节目的互动 具有机会赢取 宝岛电动车一辆 还要特别感谢 海伦凯乐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